金管會21號證實 巴克萊銀行和巴克萊證券 即將撤離台灣 就在宣布當天有8位員工 馬上被資遣 但資遣費竟然只有0.5個月 諷刺的是巴克萊21號 交出最後一篇台股策略報告 薪資結構篇第一 是經濟成長最大障礙 報告指出目前薪資成本 只佔企業營收4.6% 就算將薪資提升1% 也只影響企業獲利0.65% 像看台灣很多的非典 就是這樣來的 那這種東西 其實這樣的工作基本上 他不但是第一行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的薪資是不會成長 疑似被裁員的巴克萊員工 拎著行李走出大樓 事實上巴克萊在台灣市場 已經是二進二出 銀行方面1990設立 5年後退出台灣 後來2005再度登台 證券則是1996設立3年後退出 又在2011捲土重來 外界擔心巴克萊恐怕 不會是外資出走最後一家 當外商發覺賺不到錢的時候 他會在成本的考量上 可能會慢慢去測出台灣的市場 那比如說像研究單位 他拉到香港去 反觀對手韓國 近年積極跟多個國家 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後 早就把台灣甩在後頭 根據最新全球貿易環境前例報告 台灣從2013年全球第八直線下滑 到今年第15名 你的出口到其他國家 你的稅率比比如說韓國 或其他國家來得高的時候 你的競爭力一定受到部分的影響 你如果不去簽這個部分 長期而言 對台灣的出口絕對是非常不利的部分 外資出走貿易力又降低 能否把國內投資環境體質整頓好 恐怕是新政府上任 無法迴避的優先課題 東森台經新聞嘉明星沈玉騰 台北報導